美国关岛安德芬空军基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战略空军基地,是美国战略轰炸机在亚太地区的最主要的前进基地。 其战略目标就是为在整个西南太平洋和易渡洋范围内因演习和突发事件而进行的军事部署提供全方位支持,而他们的急先锋就是从1956至今,一直驻扎在这里的B-52远程战略轰炸机。 B-52远程战略轰炸机除了从安德三空军基地,出发参与了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美国发动的多场现代化战争外,其最大的战略目的就是威慑西太平洋沿岸国家,时不时打着飞行自由的擦边球。 道别的主权国家近空摇机翼秀肌肉,由于在西太地区还没有与之抗衡的空中力量,美军B-52远程战略轰炸机在该地区一直以来都是表现得非常狂傲,但这样的日子很快就将结束了。 最近B-52战略轰炸机,舅舅经历了一次被避空导弹差点击落的危险,近期我海军和空军进行了多场海上和空中大规模实弹演练,展示了中国陆海空三军强大的立体作战力量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在正常不过的军事训练了,但却触动了美国这位世界警察敏感的神经。 近日,美国又在亚太地区,充当了一次世界警察的角色。 据俄罗斯卫星网站4月28日报道称,美国两架B-52战略轰炸机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出发,经巴士、海峡,飞到南中国海东沙群岛附近后折返,这次航行在有250公里就飞到了广东海岸上空,可以说是飞得大大妄为。 死无忌惮,其实这两架战略轰炸机从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被我通讯卫星发现了,刚刚进入南海领空就被我国部署在东南沿海先进的量子雷达跟踪定位了。 与此同时,部署在东南沿海防空返岛基地的红旗9防空返岛系统和S300防空返岛系统的数十,美地空导弹进入战斗状态,把这两架靠近我国近海的B-52远程战略轰炸机牢牢锁定在机会范围之内,在部返航直接击落,美军发现大事不妙,急忙下令取消飞行任务,紧急返航。 中国这次强势表现,有力地震慑了美军的嚣张气焰,估计以后再想和以前那样是裸裸的挑衅就得三思了。 据风评论2018年4月29日